哈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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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编 博士安是这时转过来啊 快点哦 刚才出来看到很漂亮的夕阳 啊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赶快来飞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农场今天的夕阳蛮漂亮的哦 哦外面温度现在马上急速的下降了 太阳下山的话 太那个温度马上下降了 我手现在在转哦 有点冷的啊 来头前看到的是 我们好手专门的新建宾馆的工程 如火如荼 目前可以看到很漂亮哦 他之后看出去的风景也很漂亮哦 哦 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看 五点完 大家在下班啊 可能下班是什么 看不到那夕阳啊 没关系 山顶的夕阳 哦 来来来 哇 金黄色的伟大 金黄色的夕阳啊 好漂亮 刚才更漂亮哦 现在拍其实太阳掉下去了哦 但是还是分享一下给大家啦 哦 趁那个 还没有天黑前 哦 赶快 啊 待会吃吃金黄色哦 对哦 等一下去吃一下姜母鸭 暖一暖增值哦 那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福寿山农场的空拍夕阳啊 应该这已经不算夕阳了哦 这算是余灰了哦 就是太阳下山之后的那个光辉哦 余灰哦 哦 很漂亮现场看更漂亮 我现在看荧幕里面的这个哦 真的不真的不算什么哦 现场可以看到那个 现场可以不只看到这一面哦 其实后面背面还有一点点我们说的回光啊 哦 诶 大家知道 为什么会有回光返照 这个说法吗 其实就是太阳下山之后 它的光线会照到对面 就是照到东边的天空 然后冬天天空会变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是很短暂的 就是要进入晚上的时候 那个光线会照到东边的 因为它地球是圆的嘛 然后太阳下去之后 它的光线会往上 往上照到东边的天空 所以人家说回光返照就是这个下去的太阳的光会照到东边的天空 但是这是很短暂 因为太阳在下去之后 光线就是在过去的 就是照不到天空的 所以有这个词啊 那这个词在山上最明显 最深刻可以感受到 因为我现在后面的就是回光 其实我后面是紫色的哦 很漂亮 但是现在夕阳这边是金黄色的也很漂亮 有一点难取舍啊 不过还是觉得这边夕阳是最漂亮的哦 来 夕阳 下面呕呕大家可能看不 其实我现在飞的比较远的哦 就是可以可以看到德基水库 现在有点点反光有没有 有没有 来我我往下面一点曝光拉大 拉大一点 有没有下面可以看到像镜子一样的 这就是德基水库啊 来来来下来一点 让我们曝光直达高一点 有没有很漂亮吗 现在已经太阳最近下去了 已经灯火阑珊了 开始大家都点灯了 代表我的矿拍器也要快回来 然后因为小编没有去 没有去考那个夜间飞行的 专业执照 来 来 很美 剩一点点余晖啊 分享给大家 嗯 祝福大家今天下班的时间都能 喘一口气 小编小编住农场的宿舍哦 其实农场大部分员工都是这样的 农场的员工其实分布全台湾各地 当然 黎山黎山地区的居民也蛮多的 那很多从我们从平地上来工作的员工 其实都以厂为家 山上其实 小编长讲工作就是工作 那大家上来山上大部分都是休假放松哦 那但是那你们就是我们的工作哈 所以我们当然尽心尽力工作就是工作 要做好工作 有一点冷了哈 我现在小编觉得应该是7度左右 7 8度左右 那小编也常 诶今天有遇到 遇到我们的粉丝就是 诶这样子天气会怎样 我们我都会说 今天晚上会很冷哦 可能会降到4度5度 因为今天是好天气 好天气的话 我们地表的热 容易膳食掉 就是说我们的辐射冷却作用 容易很快的急速的降温 但是属于干冷 肝冷的话你的体感温度不会那么低 哦 感谢啦 小编 小编有天然的皮衣哦 哈哈 哦对哦 我们同事一直一直 常常被误认为是小编哦 但是我也常说农场的大家都是小编哦 那为什么被误认为小编他们不开心 因为小编的体重是用盾级计算的哦 哈哈哈哈 我们的前掌官常开小编玩笑就是 小编的体重是用盾级啊 公盾的哦 不是用公斤是用公盾来算的哦 所以啊 呃被误认为小编他们会不开心就是 我没那么大口啦 哈哈 哦小编很大口的哦 哦 好 最后一点点的余会分享给大家 啊 空拍机也要回来了 其实冬天后晚餐一定要吃的吃好吃暖吃饱 因为晚上很冷所以越越晚的时候 因为冷的话你越晚越越饿 就会像小编一样就是会一直想吃东西 然后一直囤积 那个我早上有讲哦 苹果是在这么冷的地方 他会囤积那个糖分 啊我们人在那么冷的地方 就会囤积脂肪哦 哈哈哈哈 好下面就是我们的果园啊 现在已经没有太阳照射哦 所以回蒙蒙的回蒙蒙的 两块都要回蒙蒙了哦 红白机要回来了 看一下啊今天的果园已经结束他11月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我们的苹果彩果活动 可以看到我们 呃 果园的工作同仁都已经开始在整理园区了哦 要进行12月的 苹果大采收了哦 就是 现在看到树上的苹果我们将会 在最短的时间让他全部 采收完 然后才有办法 稳定的出货啊 因为现在真的我们的小豆腐 就说电话被打到爆啊 然后订单塞到爆啊 那一直没办法出货 就是因为包装的能力不足啊 订单排着两三百张啊 那每天只能出十几箱 真的 他们也被 被蛮多的苛者啊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给他们努力也鼓励啊 大家真的很辛苦啊 好啦 最后用这个我们的余晖 还有一点点云海跟大家说 拜拜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拜拜啦 哇 今天开四场直播 外地啊 其实外地是 完工的 就有一些行 我们行政的话 我们月底都要做一些捷报的东西 啊 所以 现在到办公室会看到灯火通明啊 大家都挑灯夜战啊 一样以场为家 好 松茹的枫叶会持续到十二月初 哦 那 现在那个直播的镜头 现在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红景色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野丸 拜拜啦 啊 哦 咱们 感谢观看